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的人已经按捺不住了 而孙赵人的生活也颇为苦闷 十年前她的女友素芳人间蒸发 世生世死无从得知 她对此一直不能释怀 十年来从未间断地寻找 她始终坚信终有一日会与女友重逢 素芳是她唯一的生活寄托 杀手曲完成任务后 回到经理人定的住所 两人虽是合作关系 但日久深情 彼此间还缠绕着一分暧昧 孙赵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杜霍生的妻子竟然与失踪的女友颇为相似 于是对杜霍生夫妇产生了强烈的调查兴趣 恰凡此时 饶天宋的儿子神秘消失了 得知消息的饶天宋去警局报了案 可是对方只让他等待消息 并且监听了他所有的通话记录 杀手曲完成任务后 对这起案件产生了兴趣 虽然有违杀手不闻不问的原则 但暗地里他还是展开了调查 却被孙赵人误会为杀人凶手 两人在拥挤的菜市场进行了交手 但最后孙赵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娶离开 因为这次的失误 孙赵人主动离开了警局 饶天宋的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被解除了嫌疑 但他的儿子依然没有消息 孙赵人每天坚持着杜侯生 别人你浓我浓的幸福成为了撒在他心口的眼 同样在调查这起案件的杀手曲 对曾经一起主持警讯的孙赵人印象深刻 于是将自己掌握的信息分享给了他 线索指向了杜侯生 而孙赵人也从曲的口中得知了女友死亡的消息 他唯一的寄托不存在了 于是有了亲身的念头 但命不该绝的他还是侥幸活了下来 饶天宋在佛像前忏悔 孙赵人却从医院的问诊档案里发现了杜侯生的阴谋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而饶天宋也决定不再等待 枪杀了曾威胁恐吓过他的背后人 但殊不知真正的凶手竟然是他高薪聘运的律师杜侯生 杜侯生自明得意时 孙赵人从背后出现 这就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杜侯生决定杀人灭口 以绝后患 却反被孙赵人之故 他的妻子突然出现 这个神似素方的女人苦苦哀求 孙赵人始终不忍 无奈放了手 但有因因就有果 杜侯生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红尘纷纷扰扰迷人眼 如何经手出席